自香港寄送活体毒蛇 美国收藏家遭打 你听过一整罐的虫 但有听过一整罐的蛇吗 洛杉矶一名男子正面临 非法进口商品的指控 而商品就是一整个包裹 活生生的爬虫类 今年3月 美国海关与国境保护署人员 拦截了一个可疑的包裹 来自香港的这个包裹 里面看似装着几罐洋芋片 但是盖子一打开 蛇就爬出来了 三条约60公分长 有毒的眼镜王蛇 都必须被关注 海关人员也发现了 三只白化中华鳖 包裹的收件人是 34岁的Rosrigo Franco 联邦探员本周 已经搜索了他的住处 他们在儿童卧室里 发现几只大鳄龟 一只平板鳄龟 五只钻纹龟 和一只小莫瑞雷鳄鱼 据报当局查获的这些动物 在美国法律中 都是受到保护的物种 此事最多可能会让 Franco吃上20年的老饭 你还是换个嗜好吧